已經要臨道了 你看這個《非多禮書》第四章7到8節 看回第七節到8節 這個《非多禮書》第四章 萬物的結局貧了 所以你們要謹慎持守 謹慎堵告 罪有的應該是被切傷害 因為愛能遮蓋 許多的罪 原來萬物已經近了 最重要的是什麼? 最重要的是我們要謹守 守全 明白 神來的日子已經太近 你和我都要守折 所以我們有大力堅持的宣告說 不再逃避了 這個審判就會臨道了 萬物在神的面前 再不再有時間 要面對永恆的主面前 我們要做一個最後的決定 很奇怪的 你發現到 萬物中 人是最愛利用時間 來逃避永恆上帝的 我們有時候就很容易躲在 病理在時間的通道 來逃避永恆上帝 人多度我的每年 每月 每日 每時 我們都有一早一定下個約會 但是 我們獨自是一直拒絕 給上帝一個時間 和上帝見面 我們利用每一刻 每時每一刻 早定下的職務 來逃避上帝的面 然後呢 就對上帝說 主啊對不起 你看看我今天要開個約會 一個只不過 要見的人 早已經安排好 要做的生意太多 我沒有辦法 給你時間 很多時候 人就是這樣的 我們就 找很多的藉口 去拒絕 上帝給我們的 機會 我們找很多藉口 去拒絕 上帝給我們的 師父 我說我們沒有時間 用很多的法 來逃避上帝 但是 上帝終於忍不住了 上帝說 我沒有在給你時間 不在現前 愛來的 就要來了 這個時候你發覺到 人在神的面前 忽然之間 時間停止了 忽然之間 我們覺得 沒有時間了 我們必須 很誠懇的 很誠實的 就是面對永生主的 一個 面對面 這個代表我們 一個很大的 提醒 很多時候 我們不愛 什麼 不愛面對面的見主 我們不愛 跟神面對面的面對 我們要用很多方法 去逃避 走那裡 走那裡 很多藉口 我們就是不愛 去面對主 但這個時候神什麼 神抓住你 不要再走 對著我 看著我 你要面對我 時間停止 到現在的時候 你和我 有什麼感覺呢 我們人生中 是否走很多步 走來走去走去 就是不愛著我 你面對主 因為我們要徒陪他 但是神說 我不會再給你時間 你要停下來 你面對我 我會抓住你 對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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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在是沒有什麼時間 所以 如果我們在上面前的時候 我們聽到這個訊息 我們真的要 聽下來 去面對這個並行的主 因為一天 我們要在上面前來交照 在整個啟示錄的時候 你發覺到很奇怪的 一直下來 都是從第一章到第十 第八 第九章 師徒約翰一直是一個 一個什麼 一個狂觀者 他一直是記錄 發生的事 他看見的 他記錄 所寫的是記錄 第一章到第十章 他看見的事 所發生的 上帝被知道的 他一章一章 很誠實的記錄 因此 今天我們兩個看到啟示 但是到了第十章 八道所知 忽然之間 上帝對這個的使徒約來說 不要再做一個旁觀者 你做一個 侵依者 食小書園 很驚訝的是什麼 是嗎 一直來發生什麼事 他就記錄 來就發生什麼事 打一個人打開有什麼事發生 第二章吹吹吹有什麼事發生 第三章倒下來有什麼事發生 一直記錄 記錄 他是一個狂觀者 因為他記錄 但是這個時候 上帝說什麼 不要再做狂觀者 今天要你食小書卷 你食了之後 你口會甜 但是你的肚會發苦 大兄姐妹 今天我們在神的面前 我們在教會裡面 我們是否一直來對一個什麼 旁觀者 我們是旁觀看 看你做什麼 看你執事做什麼 看你搞什麼 看你牧師做什麼 我們好像旁觀者 是看戲 但是上帝不愛你做旁觀者 因為在教會裡面沒有旁觀者 我們只是參與者 誰是主 是我們所敬拜的主 他只是一個主 他在當中 不是一個旁觀者 我們一定要參與 參與敬拜 參與事奉 參與服事 參與唱師 參與奉獻 參與整個教會的計劃 我們是一個參與者 不是一個旁觀者 因為你和我都不配做旁觀者 只是上帝是我們的主 所以看到這個時候 然後上帝要這個使徒學 參與整個的事工 但是當他參與的時候 上帝很清楚告訴你 你吃了這個小書院之後 最後一節說什麼呢 你被指指多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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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說語 上帝再給他一個指名 是什麼 是要將上帝的話語 再要講解出去 多聞多聞 將上帝的話去講解出去 你所講的話 是帶著苦 也帶著甜 甜 是因為我們領受上帝的恩典 苦 是因為上帝的熟悉 永遠帶著什麼 帶著審判 帶著雜備 帶著什麼 好像襄陽的劍刺透人心 那種的功效 所以這位傳道人的信息 若不能在聽的人 心上引起不安 責備和警惕 去就不配作末日者 基督的代言人 因為簡單來說 去是明白不明白 我會宣告萬物 結局近了的耶穌 基督在這個世代的心場 大家姊妹 不錯的 但是上帝的道 永遠就是救贖於赦免的道 一個田 一個苦 但當這個世界的人 死不悔改 永遠不聽的時候 當四人繼續走在邪惡的道上 上帝的道 上帝的道 除了是責備和警告之外 還有什麼可能呢 馬太福音 不是三章 一到三節 你看 所以給你看 馬太福音不是三章 一到三節 全是沒有 有嗎 沒有嗎 沒有嗎 沒有 馬太福音第三章 一到三節 那時 又撕死的羊羊出來 在猶太的抗議傳道說 天國近了 你們應當悔改 這就是先知 以賽亞所說的 在抗議一天堪著書 主被主 以備主的道 修食他的路 將約汗伸穿 落塘墓的衣服 縮腰皮袋 食劇汪蟲夜蜜 那時 耶路撒冷和猶太傳遞 便約彈河一帶的人 都到約汗那裡 承認他們的罪 就是約彈河 受他的死 新約開始的時候 誰出來傳悔過的道 是屍洗約汗 師父在說什麼 你說天國近了 你們要悔改 好厭你責任的道 要悔改 再沒有時候了 你們要悔改 你們要來到神的面前 能夠做這個悔改 結果有很多人 承認他們的罪 就是約彈河 給受這個 施世日行的洗禮 看這位 這是新約施世日行的訊息 但是來到今天 我們末日的時代 我們的訊息是什麼 我相信我們的訊息 也都好像是 施世日行的訊息一樣 萬物的結局近了 沒勢要來了 你們應當悔改 我相信今天的訊息 是和施世日行的一模一樣 萬物的結局近了 不再延遲了 好像天使所說一樣 要來的 要終要來 不再延遲 如果做了一個機會 你們應當悔改 事士日行的訊息 就是一個悔改的訊息 今天 我們今日活代孫良君的訊息 也都是一個訊息 但是請問 你今天 combustible 多久我会听过这样的分析 阿们